失蹤馬行客機的搜索繼續還未有發現 中國極地考察船雪龍號由澳洲柏斯出發 前往發現漂浮物的海域搜索 澳洲星期四說 在印度洋發現懷疑和失蹤客機有關的漂浮物 但茫茫大海要搜索漂浮物一點都不容易 第二日的搜索 多國派出多架飛機和船隻 包括美國P8海神巡邏機 中國的海巡01、南海救101巡邏船等等 而挪威雙船聖比德寶號 也在那個海域協助搜索 不過他們都空手而回 發現漂浮物的海域位於柏斯西南2500多公里 位置偏遠 飛機來回總共花8小時 而機上的燃油只是夠飛機搜索2小時 所以搜救工作困難 澳洲處理總理特拉斯說 衛星圖片是幾日之前拍攝 現時漂浮物的狀況可能已經不同 有專家也說 即使飛機解體 只會剩下座椅 行李等物件在海面漂浮 應該不會有大型物件 搜救工作雖然困難重重 但各方都不輕易放棄 中國極地考察船雪隆號 在柏斯補給之後 載著80多個人員出發去印度洋搜索 預料雪隆號的燃油足夠維持航行大約20日 如果燃料不夠就要回柏斯再次補給 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